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开发商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 给了那些不法开发商私下操作的空间 不过呢 5月1号开始 开发商暗箱操作的空间将会大幅被压缩 因为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 开始正式执行 商品房销售必须实行一房一价 有了这项商品房明码标价的清正 过去一套房子在几天之内连续涨价的情况 很有可能会成为历史 国家为了稳定房价出台了一项又一项的措施 而开发商为制造楼市火爆的假象 以吸引人气 则是什么样的怪招都有 江苏镇江的一家开发商 居然用热气球载着三位美女升到空中 然后撒下万元现金 之后呢 这些美女又站到楼上撒百元的大钞 而现场的数百位民众看到有天上吊钱这样的事 则是不顾形象的抢成了一团 最后导致了多人受伤 和开发商这样靠着噱头制造出的人气相比 这几天在海南三亚机场人头攒动的景象 可是实打实的 因为从5月1号开始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正式实施 天南地北的游客游览过海南的美景之后 都没忘了去免税店里抢实惠 虽然还没到营业时间 不过海南三亚免税店外面 早就挤满排队的民众 一开门 许多民众便拿着提栏 抢购货架上的免税商品 很多货架都在一两个小时内被抢购一空 三亚免税店经营香水化妆品首饰等十大类 近百个国际顶级奢侈品牌的上万种商品 国内游客与境外游客一样 在店内可享受免税价格 实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的优惠 目前确定的免税限购额度为五千元 每人每年可享受两次免税 从四月二十号市营运到现在 平均日流量超过两万人 商品经常供不应求 据了解 海南岛是继韩国际州岛 日本冲绳和台湾地区 妈祖金门两岛之后 世界上第四个实行 离岛免税政策的地区 目前经营国内游的多家旅行社 将免税店列入行程范围 报名情况十分乐观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 为期三天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合唱节 昨天在台湾新竹落下帷幕 在十八支参赛队伍当中 最终有六支代表队获得了金奖 其中就有福建省歌舞剧院合唱团 和福清乔乡合唱团 在第四届海峡两岸合唱节闭幕式上 海峡两岸的演唱者携手上台 高声欢唱 本次合唱节共有六支队伍获得了金奖 其中两支来自福建 他们分别是福建省歌舞剧院合唱团 和福清乔乡合唱团 坐在这么多的抢手 都非常棒的团体里面 能够取得这成绩 非常的感谢 大家付出了 有汗水了 但是能够有这样的收获 所以团队们心情非常非常的高兴 将台湾少数民族祈雨仪式融入表演之中 高亢的歌声带着最祖先的敬仰 他们就是金奖中唯一的台湾队伍 来自新竹的宜峰合唱团 不仅合唱水准高 极具民族特色的服饰 也让他们一并拿下了最佳服装奖 参加两岸合唱节 他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大开眼界 把各个民族或各个城市的 他们的特色然后表现出来 对然后看见就是大陆人民 他们的豪迈 台上台下欢歌一片 这是本次合唱节上最常看到的一幕 三天的音乐旅程很快过去 大家相约明年福州再相见 台北花博会上周已经落幕 很多台北民众还是念念不忘 为了让民众能继续感受身处花博园区时 那种被花海包围的感觉 台北市政府决定 把花博园山园区的票闸拆除 这样通行族可以一路穿越 缤纷花海漫步赏花再上班 花团紧促 灿烂奔放 花博结束了最美的一刻 不过还没画上 休止扶闹 还对花博念念不忘吗 今天晚上这一片园山园区 闸口将全部拆除 星期一到早 你就可以像这样子漫步在 缤纷花海里 一边赏花一边复兴上班去 真的哦 那就可以 平常都可以经过这边赏花 那这样很棒耶 觉得太棒了 很漂亮吗 我觉得很漂亮 真的我很喜欢 民众直呼真是意外惊喜 原本平票路上的 原山园区车的闸口 整片花海成为漫步区 而花博14个场馆中 除了流星馆 其他通通保留 人群最夯的梦想馆将暑假重新开放 未来馆二楼则规划成上海世博台北馆 真言馆五月还将举办除王争霸赛 各个馆场展览轮流上阵 再加上这一条新花海漫步区 民众出门通勤 还能来一趟免费赏花 再上班 可以在这么美的花海中漫步 这一天的工作心情啊 应该很不错 不过有一个人最近估计有点烦 他就是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去年陈志忠身陷招进门丑闻 应招女妮可离开台湾去避风头 但是现在有人爆料说 妮可已经回到台湾重操就业了 而且他因为曾经跟陈志忠扯上关系 如今啊身下一路保障 赶在母亲节前夕 陈志忠回到关田老家看阿嬷 还带了蛋糕跟康乃馨 要祝他母亲节快乐 但听到媒体提到妮可的名字 陈志忠却高兴不起来 但是妮可对你有什么去啊 没了 没了 一听到妮可的名字 陈志忠脸色一沉 不想再跟她有任何瓜葛 事实上 去年卷入陈志忠嫖妓怡云的 应召女郎妮可 事情爆发后到外避风头 有酒店业者说 妮可在农历过年后又回到高雄 改了法型跟名字重新开始 身价也因为召记怡云 从四千块涨到八千块 尽管法官认定陈志忠有召记事实 但走过召记风波 陈志忠高票当选议员 半年过去 原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没想到妮可回到台湾的消息 要勾起陈志忠这一段 不愿回想的记忆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湾劳工团体五一节街头游行 诉求重视劳工权益 五一假期拆分成全年休 平均每天休两分钟 私生堂台湾公司遭网友讽刺 女儿平讨遗产 母亲心寒 台湾新北市一老夫人 三百万新台币 买断母女关系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五一劳动节是劳动者的节日 台湾的劳工团体选在了这天 走上街头争取权益 要求有一个更公平的薪资待遇 为了了解基层劳工们的诉求 马一九特地在五一节 来到就业博览会 面对面的听听求职者的具体要求 听到动算声热情欢呼 马一九笑得开怀 五一劳动节 马一九和吴敦义走访就业博览会 希望倾听基层劳工的心声 由马一九加持 这名年轻女生 幸运的马上当场被录取 不过也有台湾劳工团体 不满基本薪资过低 五一节当天上街抗议 我们都会去听取他们的诉求 然后做好相关的改善 现在四点四八 是十九月来的最低 吴敦义强调失业率已降低 然而日前传出某些行业 规避岛内劳基法 吴敦义表示 仅仅是部分用人单位出错 就好像人有时也会有发香港脚 发烧 此话一出再先波澜 处理好就好了 就像人的身体一样 也是有时候会发生病痛啊 有时候发烧啊 有时候香港脚啊 有时候那里过敏啊 等等的状况 那就改善就好了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你不要一听我讲五十几个字 他只讲到三个字 在今年台湾劳工团体的游行队伍当中 首次见到了白衣天使的身影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平时沉着冷静的护士们 也要走上街头 喊出心中的不满呢 因为近几年 台湾医院里的护理人员严重短缺 导致护士们常常处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一位普通的护士 白天啊 要照顾十到十三个病人 到了夜班 则要负责二十床的病人 而这种超负荷超时的工作状态 已经成了普遍的现象 所以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 三百五十位护理人员 他们不再沉默 选择挺身而出 要相关单位 证实他们超时工作的问题 务动者在五一节放假一天就无可厚非 不过呢 知名日系化妆品资生堂在台湾的庄柜 为了不影响当天的销售业绩 竟然想出了一个绝招 把劳动节一天的假期分成一整年来放 等于一天放假两分钟 网友就讽刺说 资生堂自创的这种两分钟放假法 都可以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劳动节遇上星期天 假要怎么补 日系知名化妆品公司资生堂 下了制纸公文 把一天的假分成一年来放 结果竟然是每天提早两分钟下班 连PTT乡名都讽刺 压照劳工的技术世界顶尖 都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劳动节提早两分钟下班 公司等电梯要回家 两分钟就已经消失不见 即使连微波便当都要三到四分钟 劳工节两分钟的假就这样过完了 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两分钟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没有实质的效应啊 连资生堂加盟店也直呼太扯了 两分钟的假怎么算出来的 一天假八小时 一共四百八十分钟 平均分配到一年两百四十个工作日 等于一天只休两分钟 资生堂解释 因为劳工节靠近母亲节党旗 才会发明出这种两分钟 放假法 那今年的母亲节的业绩呢 就也相当的亮丽 所以我们基本上 很不希望就是说 会影响到对第一线的资源 还有服务 其实两分钟放假法 2004年就开始了 事情曝光后 资生堂改成可以在五六月 选一整天放假 毕竟国际大公司形象 要是毁于两分钟 真的就得不偿失 这样拆分室的休假方式 实在是太无厘头了 公司企业想要更好的业绩 就要依靠这些基层员工 用这种方法来忽悠员工 只怕是得不偿失 劳动者的权益 得到充分的尊重 才可能真正的做到干一行爱一行 下面就带您来看两位快乐的劳动者 他们真正做到了享受工作 带来的乐趣 带来的劳动者 少一点点好了 一点点好了 少一点好了 虽然说快乐工作快乐生活 但是呢 现在许多大城市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 对上班族来说 可能连基本的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 在纽约 现在就兴起了一种午睡中心 不过在寸土寸金的纽约 想睡个安稳的午觉 成本也是很高的 二十分钟就要十七美元呢 融合的光线 舒适的角度 对于兼了两份工作的伊莲娜而言 来到这间午睡中心休息片刻 可是每周例行大事 熬夜加班加上长时间通勤 都让上班族越来越累 美国纽约现在流行在午休时间 到这样的午睡中心睡午觉 暂时把工作压力全忘掉 专家表示 扬金蓄瑞后 头脑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增强 工作效率也会比较好 不过这代价可不小 短短二十分钟就要价十七美金 但业者说生意还是很好 而且持续成长 根据调查 美国设有五岁市的公司 从去年的百分之五 微幅成长到百分之六 但对于大部分 没有这种豪华设备的公司而言 员工大概还是只能喝杯咖啡 继续撑下去 好的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母亲节就要到了 但是在台湾新北市 却有一个82岁的老母亲 很伤心 她64岁的女儿 经常喝醉酒之后 对她口出恶言 甚至呢 还要求预付遗产 300万元新台并 老母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答应支付300万元给女儿 但是和女儿签下 老死不想往来的协议书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关上门窗 不想再提到亲生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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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奖协议 价值300万 断绝母女情 64岁女儿从此拒绝抚养 82岁母亲 也放弃继承 老母亲大半辈子替人煮饭 住在板桥石平大公寓 旁边一楼店面租给建材行 一个月两万块 估算市值近5000万 母女同一屋檐下 女儿一喝醉就吵架 闹到街坊邻居都知道 闹到街选民服务的议员也很尴尬 女儿已40年前 母亲买房跟她借8万 现在要300万 母女真的签章概名 老死不想往来 只是律师说 放弃继承协议书 恐怕没有法律效力 女儿已经搬家 无法联系上 只是老母亲说 原本只是要吓吓女儿 没想到她竟然 算是要一笔钱 留下做母亲的 难过掉泪 很不堪 母女之间的关系 走到了这一步 真是让人有点寒心 下面要讲到了一名妇人 也是挺烦恼的 她遇到什么事 原来是被一位农夫担恋上了 这位农夫竟然连续三年 不时的登门表达爱意 不但在门口站岗 传纸条 还会送礼物 甚至在大马路上高唱情歌 就算被拒绝也毫不在意 妇人实在是受不了了 只好向警方求助 穿着衫衫长裤的男子 一脸无辜被带回警局 后面还跟着一位妇人 表情却很无奈 一个是被告 一个是原告 不过两人来到警局 互动却让警方看得哭笑不得 她进来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腼腆 但是还是有说 没有阿嬷体验 阿嬷进来就非常的无奈 而且她也都不说话 感觉上非常的疲惫 原来48岁的男子 三年前因为土地买卖 认识这名60岁的妇人 后来产生爱慕之情 就经常到对方家门外站缸 除了会塞纸条表达爱意 还会在门外高唱情歌 就连自己种的番茄 都被她拿来传她警议 警方三年来 至少处理20几次 规劝无效 终于依违反社福法 将她开罚6000元 仔细看看这名妇人 60岁的年纪 穿起合身套装 却显得相当时髦年轻 难怪这名男子 明明2月份 已经被警方含中过一次 仍然不怕 这次再度受罚 能不能让他收敛一点 连警方都没有把握 拍婚纱 几乎是即将结婚的新人 必做的一件事情 一般大家都选择到影楼里 或者是风景优美的 外景地区拍摄 但您听说过 去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 拍摄婚纱吗 还真有这样的夫妻呢 他们平时就热爱登山 于是利用度蜜月的机会 扛着礼服化妆箱 登上喜马拉雅山 还得在这么寒冷的环境里 穿上路肩的礼服 整个拍摄过程虽然很辛苦 但是他们却很享受这份甜蜜 一张张取自世界顶端的婚纱照 记录苏立成和蔡燕珠的甜蜜恩爱 但在八千公尺的高山上 零下五度的低温里 穿着漏肩礼服拍照 要不记住一辈子也不容易 你有在镜头前说是 赶快我们想到拿外套给我 这样 我们计划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那就终于可以完成这个新月 到尼泊尔度蜜月 新郎新娘早就准备好 礼服化妆箱全部呆在身上 扛着五十公斤的大行李 爬到世界的屋底 虽然重了点 但对这一对新婚夫妻来说 却很有意义 借那个登山婶然后来追我 这样 因为上班族没有那么多的假期 可以去做这么多事情 那刚好趁婚假 可以把事情一次做完 就还不错 两人因为登山结缘 婚纱就选在喜马拉雅山顶拍摄 虽然辛苦 却是台湾第一 也让这份甜蜜永生难忘 一般的小婴儿 你想把他给哄笑了 应该没那么容易 在台湾有一个婴儿就很特别 他只要听到妈妈打喷嚏的声音 就狂笑不止 有趣的是 这个小宝宝只对妈妈打喷嚏有兴趣 如果是爸爸打喷嚏 他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五个月大的小薰 躺在床上 只要听到这个声音 就是一阵大笑 宝宝越笑越开心 笑到身体不断抖动 眼睛都迷成了一条线 但他似乎只对妈妈打的喷嚏 才有反应 爸爸也来凑热闹 爸爸的喷嚏小薰不笑 转头看看妈妈才又笑出声来 他平常哭的时候呢 我就会又发出这个音 他的表情就会整个非常挣扎 因为他就又想要笑 但是又想要哭 只要打个喷嚏 就能逗儿子笑得这么开心 网络上也有不少家长 分享相同经验 日本这病小婴儿 坐在床上 听到妈妈哈鼠 一样狂笑不止 另外在美国 则是有宝宝听到爸爸撕指声 笑到差点停止呼吸 小朋友的天真笑容 是父母心中最棒的画面 不管用什么方式 只要找到孩子的笑点 就想一试再试和亲友分享 因为听到这样的声音 就会让人不自觉 跟着开心笑出来 好的 今天中午的海啸五报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卢小 明天很有时间 我们再见